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样打发制 像这样 有点小弯钩状 这样就好 放在一边备用 好 蛋黄部分加入80克白糖 好 带到白糖和蛋黄 充分 搅拌均匀后 然后一点点的加入50克食用油 好 这是我们看到油 糖 还有蛋黄 充分融合在一起后 再加入50克牛奶 好 是这样 大概 搅一分钟 然后加入100克面粉 半克盐 稍微的万里了 这样 搅拌至当间没有小的颗粒 这样全部搅拌均匀后 加入我们实现打好的蛋清 先放1% 搅拌均匀后 然后放入全部的蛋清 搅拌均匀后 放入全部的蛋清 搅拌均匀后 放入全部的蛋清 好,像这样,充分的搅拌均匀,放在一边备用。 好,现在我们将橙子切成薄片。 全部材料准备好后,拿出电饭锅底下,抹上一层油。 首先将切好的橙子片一片片的摆入。 然后倒入我们做好的蛋糕椅。 像这样,放入电饭锅,给40分钟。 好了,现在我们的蛋糕做好了。 已经放了一会儿,现在取出。 看一下。 好,现在咱们切开看一下。 非常松软。 这样一个电饭锅版的橙子蛋糕就做好了。 希望大家喜欢,谢谢。 谢谢。